Hello 大家好 又到慎父賽技時間 今天講的是一隻1942MOG 喜歡稱這些為字母股 不是字母小姐 字母股 是甚麼呢? 去2020年3月27日 招股 看到的是眼鏡 跟眼科沒甚麼關係 還有眼鏡 中泰造保障人 個二對日文 1億2500 這些數字很有感覺 但已經整年都沒有感覺 今年好像全年都沒有 有了幾隻 10隻 沒辦法 視以西役 馬來西亞的光學產品零售商 做一些 眼鏡那類的東西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看 我這次沒有去看他們是甚麼公司 即是沒有看這些產品 你看到那麼多種不同的品牌 我相信是非常多元化的產品 有沒有東西值得說 好像在IPO也沒甚麼給你說 完 去到 招股結果 招股結果 1元 又回撥三成 不漂亮 根據之前的講法 IPO 已經整年沒有IPO 我懷疑這套東西會失存 那麼 回撥一成 還是三成 還是五成 又或者調回 哪一個是最壞的 理論上應該是 不回撥一半是最壞的 這些貨物都出去了 但是 過往經驗 或者是市場大戶 都是這樣說 一半未必最壞 一半是街竊 一成是乾 最壞是三成 因為 不含有不淡淺 你就花了 但是你又無法操控 你又無法操控 你又無法操控 非常之差 操控 怎麼可能會操控 下限定 認住這班人 我覺得這條票沒甚麼特別 起碼是用行李 接著 會有40倍 一定不會是人為 40倍 不會是人為的 這個原理就不解釋了 大家知道是這樣的就行了 看看他們中得多過幾位會怎樣 如果一手檔有35% 中招 中籤 這裏也不太可憐 不用血本無歸 我 Cassandra 我還要超過幾個二人 就 它這裏也不太可憐 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 一手檔有什麼特別的 上了半年會有.... 操控 這裏也有的 我記得 操控 零件 好像是0.025 所以大家把錢吞出來 但我這樣說是沒有貶義度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都是相當之 實實正正的 這些馬拉股都可能被一個會Q到 Q到出煙 所以它都相當之實正的東西 鞋斜邊的都被刮死了 想得的都是拿督 通街都是拿督 全部都是華人 可能是好事 不管這些 說一下實在的東西 我不詳細說了 但你可以看到它是比較合理的 但它成本很小 整件東西早次都會賺錢 沒什麼問題 資產更多一點 這應該是IPL那些 不管了 實實正正的 你看到實的的我會營肉位 然後 9月21日又說派息了 我猜都是派這些數字 都是拍一兩線 不用覺得多的 就是這一張 Youtube的時間又到了 不好意思大家 請稍微欲報去亞洲財經 我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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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看見了